健身中心停業健靈核升旗介門 因應過去一個月,金靈兩度延長 苗教練唯有加開街頭健身班 即使虧薪都交到租 潘月昇去泰國 中路程到試過舞街籃球場開壇 好,那大家OK,我們先做一個業生 限聚令下一對三 想三四堂才等完以前一堂的收入 我們現在生意自從停業之後 就跌了九成左右 還有一成我們就靠上網 和好像今天在運動場教去幫補一下 政府有10萬元津貼 我們就剛剛夠交一個月租 教練,出糧那裏就可能只剩一成 蝕住做都沒辦法,禁令延長到五月 他說下個月租都沒有著落 決定開了混合健身班 其實都是見步行步 可能政府再停業的時候 我們又要再想一些變化 都是做義工的,不是為了收入 最主要是保持人們的運動習慣 如果你一停下來,就算疫症沒有了 他們可能會懶散,也不會繼續來的 理想的不止舊客,他第一次試 每天都不是很擔心 你看到那個環境都不是那麼多人 都開心,可以有個時刻 你戴著口罩可以做運動 跟教練學了一年的Fictor說 家裏做都不及外面好 你做運動一起做一定比你開心 分別自己在家裏做 大家聽到對方的呼吸聲 辛苦的感覺 因為旁邊盡力,你自己跟自己說 你要盡力 好,謝謝 謝謝 每次上完課之後 都要收拾一些東西回去消毒 所以教練都會編排到幾課連上 省下半夜時間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報道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